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足马力自我吹捧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大地正以一片水深火热在迎接三中全会 网传的消息 至少18个红色家族的红二代和红三代暗中结成了反习联盟 近日 在中共军中担任高级将领的邓小平之孙 贺龙之孙被抓 习还派出了军队去查抄邓家在北京香山的家 遭到邓家抵制 目前 上述消息还无法证实 7月11日 社交媒体推特流传一则 北京香山南路78号院被中共防爆部队封锁的画面 视频显示 进出香山南路78号院的车辆人员都要查验身份 甚至有人不配合被强行带走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在推特分析 香山的别墅区分档次 山上是中共首脑 山下有几十个大院 住的都是元老们的后代 南边紧离西山是中共军委战士指挥所在地 香山到西山有地下道连通 网上流出来的视频是查抄位于香山南路的78号院 具体要抓谁还不是很清楚 但肯定是红二代 从对话能听出有军队背景 习在延安的军事会议上说 要准备打内战 台海不是内战 因为会有外军介入 因此习说的内战就是党和军队可能要分裂 所以要打内战 有网民猜测 估计是来抓大老虎的 香山南路78号 估计是火箭军击送装备部的老巢 估计是对军队高层家属 高官家属进行监视和禁足措施 限制官员在三中全会前的各种串联 还有人说 社会主义铁拳杂像子弟兵 这是好事 加速终于快到头了 推主新高地在转发相关视频的同时爆料 据北美在美的某三代透露 中国内战即开启目的是推翻 以习近平为首的现行政权 目前的反习阵容 以红二代和红三代为主 牵头人是邓家 江家 胡家 李先念家 朱家 贺家 陈家 杨家等 至少18个红色家族 据另一位推主丹缭放爆料 最近中共陆军党委常委副司令员邓志平 从南京开会回京被习下令抓捕 另外同时被抓的还有东部战区海军副政委贺越华 火箭中司令员邓洪勤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 在美国之音撰文分析 中国大地正以一片水深火热在迎接三中全会 水深者所指为入夏以来华南 华中等广大地区的洪水泛滥 在习近平治下 中共当局的治理能力持续下降 这即使洪水祸害民众的原因之一 也是三中全会一度难产的根由 习近平不是不知道当今中国怨生灾道 更知道哪怕在其党国体系内部实际上也充满了对他的不满 对此他自有应对之道 每次举行重要会议前 习近平必定升级反腐行动 并展示自己对于军队的强力控制 这就是为了强化对中共官员的威慑力和控制力 今年上半年 中共有36名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查 其中对于军队高级将领和高级军官的清洗 达到了过去四年以来未有的新高峰 对落马官员来说 那是水深火热的火热 地狱般的火热 对习近平来说 则是在热火朝天的强化并展示自己的权利 联系到一起 前者恰恰接受了习近平的困境 在任已经12年 二十大上更是达到了个人权力的顶峰 如今并没有感到更安全 更从容 相反 老调子没有唱完 习必须一遍遍顾忌重演 如同十多年前刚刚上台时那样 不断拿党国精英的人头记齐 记齐后的出征走向何方 多少人幻想三中全会将是习近平的再出发 喊了45年已经喊烂的改革口号 居然还能发人春梦 可是 从权力的掌控到运作 都是在唱老调子 怎么可能唯独在治国大政上走出新路子呢 文章最后写道 湖南水灾的洪涛拍打着中南海的红墙 但这拍打声绝不可能让习近平警醒并改弦更张 而只会使他进一步警惕治理危机 极其猝发的广泛不满所带来的 对他个人权利的质疑与挑战 打压质疑与挑战 蒙骗加镇压两手印 只有我大权在握 哪管你洪水滔天 不管下周登场的三中全会 能拿出什么灵招妙计来让你相信 习近平希望你相信的东西 都敢说 习和他的政权都走不出高度集权与治理危机之间的螺旋效应 而只会把水深火热推向常态化制度化普遍化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2024美国大选投票日期一天天临近 但朝野两大党的候选人现任总统拜登 与前总统川普的对决格局 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7月11日拜登召开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努力阻止民主党内一系列反水表态演变成兵变 然而这场新闻发布会和稍早委约成立 75周年大会中的接连两次重要口误 让外界对拜登是否依然有能力 执掌世界第一强国最高权柄 产生了更多疑虑 尽管连日来拜登坚决驳斥 要求他退选的呼吁 但另一方面 民主党内以及支持者阵营传出越来越多公开劝退的声音 截至12日 警示民主党内就至少有16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发出公开呼吁 媒体近期也陆续披露 拜登的竞选团队近期募款似乎遇到困难 而选战正在进入需要大笔砸钱的阶段 7月11日下午届北约组织75周年大会落幕之际安排的 拜登记者问答会的一大目的 就是要显示拜登依然有能力承担世界第一强国领导人的重任 但拜登在此出现口误 竟然把他的副总统名字贺锦丽说成川普 这自然引来其竞争对手川普的嘲讽 共和党人更是不失时机地迅速将这段视频传送到了网络上 在此之前 拜登还有另外一次重要的口误 两天前在北约组织华盛顿峰会上 他原本是邀请峰会特邀嘉宾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发言 却说成了普京 他意识到之后慌忙改口 并辩解说他是太想打败普京 尽管拜登此前也曾有多次引发争议的表现 但是发生在目前各方都在通过蛛丝马迹 为他是否能够胜任此后的竞选 以及胜选后的重任寻找答案之际 实在不是好消息 马金社11日当晚报道也注意到 尽管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拜登不时需要清爽 并显示出某种茫然 但这位81岁的老人既没有拿出小本本 备忘录 也没有借助提此气 完全脱稿应答 据美媒报道 拜登竞选团队已经开始评估 副总统贺锦丽 与川普对决的胜选几率 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民主党选民 希望总统拜登能退出今年的总统大选 根据ABC新闻 华盛顿邮报与IPSO 在今年7月5日与9日之间进行调查发现 在受访的民主党成年支持者中 有56%的人希望拜登能退出2024年大选 42%的人认为他应该继续竞选 整体而言 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认为 拜登应该退选 包括七成的独立人士 民主党尚未就取代拜登的人选达成共识 不过贺锦丽比其他可能人选享有更多支持 根据CNN报道 日前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众议员议长佩洛西 私下讨论了现任总统拜登的选举情势 据悉这两位民主党重量级人物 对拜登选举情势感到相当担忧 其中佩洛西始终不明确表达对拜登连任的支持 不过根据近期他在节目上的公开言论 外界认为他也不乐见拜登继续参选 且若拜登退选佩洛西 将可能成为民主党最主要的领导者 另一方面 奥巴马亦选择不公开发表任何评论 不过外界也推测 奥巴马显然对拜登是否能连任 保持相当程度的怀疑 对此民主党内部成员则提到 佩洛西和奥巴马正在等待拜登自行做出决定 以避免被认为对拜登不尊重 把管的评论指出 刚刚结束的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 凸显北约这个原本专注欧洲大陆安全的组织 不仅更加团结 也同时强化了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关注 尽管美国盟友对川普再度上台的担心 无庸置疑 但年龄不饶人 拜登是否能够保证 在四个月后的选举中再次获胜 目前还是一个令所有人难以释怀的问号 党媒新京报独家披露油罐车 混装食用油丑闻 引发社会哗然 但这篇报道的调查记者韩福涛 其微博账号被注销 网络上已经掀起了一篇 关注韩福涛安全的声音 与此同时 毒油事件引发中国民众 对食用油安全的担忧和恐慌 郑州超市出现了民众排队 抢购自营食用油热潮 在电商平台家庭用炸油机突然热销 不少民众开始自己炼油保安全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率先披露油罐车事件的新京报 一夜之间成为了汉奸 7月12日墙内社交平台率先传出消息 韩福涛的微博账号被注销 拥有30.4万粉丝的博主 黄角树在微博上透露 有人自信我说 新京报韩福涛已失联 并自行删掉了所有微博 无论是主动失联还是被动失联 感觉都是错综复杂 拥有75.3万粉丝的王虎剑桥说 发自内心的希望韩福涛先生没事 大运真的不像铁拳那么讲道理 拥有115.9万粉丝的量子炎科技 转发一则截图并留言说 大家放心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解决 指韩福涛的微博被消失 网友跟贴 他们解决不了问题 还解决不了提出问题的人吗 朝廷最恨调查记者 不过有网民称 韩福涛还有一个以前的微博号 改了名而已 在韩福涛被传销新事之前 专门用于查询货车定位信息的货运平台 发货帮APP 突然下架轨迹查询功能 网民留言说 早不下架 晚不下架 现在下架 早不升级 晚不升级 这时升级 无异于助纣为虐 老百姓能查到轨迹 给你关了 太黑了 在新京报7月2日报道发表的6天后 党媒 央视网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指中储粮的行为 形同投毒 与此同时 多家路媒和一些自媒体大V 也跟进报道或表态 7月11日 经济观察报发文指出 油罐车混运情况 最早的报道出现于2005年 行业内人士都提到 油罐车混工业油和食用油的一个关键原因是 运驾下行对行业的影响 近年来 贯车运驾不断走低 已经逼近成本价 更有负责 油贯车调赌工作的业内人士称 干这行的车主 有的会找地方 现炸大豆油 我们也不吃外面买的 文章再次引发热议 但随后该门被全网删除 港媒报道 今天上面下发的禁令 导致相关话题的文章被封杀 另有网传消息 北京市委宣传部到新京报宣布 由宣传部派出两人 分别担任党委副书记 兼副社长和纪委书记 此消息已经获得 新京报内部人员确认 从2021年9月 新京报被北京市接管以来 已有三年 这次是第一次大规模 直接派人进入 看来新京报深度不要撤销了 7月10日 多位河南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不少顾客到河南胖东来超市抢购 一位代购说 超市的花生油已经断货 葵花籽油仅购售卖几小时 预计将断货一周 视频所见 众多顾客在这家超市门口 大排长龙 等待抢购 自营食用油 也有民众购买家用炸油机 自制食用油 电商平台显示 过去24小时多款700多元一台的炸油机 均超过100人下单购买 某进口由淘宝旗舰店的客服透露 混装油的事件发酵以来 店铺销量直线上升 尤其是这两天猛增 差不多几天卖完了一个月的货 现在店里的库存已经不多了 一篇题为《新京报》一夜之间成了汉奸的自媒体文章写道 7月2日 《新京报》揭露了存在于食用油运输行业近20年的混装黑幕 于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有如当年的三路奶粉事件一样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 作为曝光食品安全黑幕的媒体 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汉奸 因为《新京报》隐瞒了运油车的去向 而运油车的卸货目的地之一便是金融于这家外资企业的工厂 而这家外资企业背后则有美国资本的身影 与此同时 金融于母公司 一海家里去年刚做客了《新京报》的访谈节目 于是一个阴谋论便诞生了 一海家里是《新京报》的金主 约等于美国资本是《新京报》的金主 四捨五入 美国变成了《新京报》的金主 《新京报》之所以揭露运油车行业内幕 并非出于媒体人的良心 而是为了搞垮中储粮 让外资粮商进驻中国 控制咱们的命脉 因此刻意隐瞒运油车去向 是为了保护金主的同时 又让舆论指向中储粮 说不定 使用油混装也是境外势力的操弄 先弄垮中国人的身体 再在我们对国企失去信任之时 趁虚而入 文章写道 作为一个正常人 实在很难想象 到底是怎样智慧的大脑 才能在这种无数种解释中 迸发出这样漏洞百出 引人发笑的灵光乍现 但生活在中国社会 这样的论调反而又显得十分合理了 在中国政治经济不断恶化的大环境下 外商投资连续13个月下跌 今年上半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同比下跌29.1% 7月12日 中共商务部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89.1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跌29.1% 跌幅较前五个月进一步扩大 延续了2023年6月以来的连续下降趋势 就外商直接投资中国连续下滑的原因 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分析 首先是因为中国内需市场不断地在萎缩 其次是因为中共对外商的待遇问题 第三个层面就是地缘政治经济 其供应链重组的问题 中共已经没有能力出台任何政策来挽救目前的经济颓势 目前中国经济千疮百孔 必须在经济体制上面 甚至政治体制上面做整个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改革 此前3月19日 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更大力度 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 提出五方面24条措施 强调要巩固外资在中国发展信心 方案包括缩减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 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 以及推进电信医疗领域扩大开放 这份行动方案还包括 病例签证措施外商投资企业人员 及其家属的签证入境有效期放宽至两年 台湾经济学家黄世聪曾指出 中国的投资环境并不是这些所谓利多 开放市场就能改善 关键是中共对外资的态度 它查处那么多外企咨询公司 中美的政治环境又这么糟 这些才是阻碍外资投资中国的重要原因 不是靠你说开放市场 外商就会来投资 如果命都没了 安全都有问题 谁还会去投资 除了外资中国股市的表现 同样惨不忍睹 网传的一份统计显示 从23年5月1日到24年7月7日 短短400天 作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大A 蒸发了37万亿 按照官方最新的名词 股市参与者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金融消费者 按照4985.8万人来计算 平均美费渊种亏损75万人民币 他们不是金字塔的顶端 而是改革开放40年的佼佼者 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 然而就在这一年多两个月的时间 被消灭了 中国经济下行社会陷入了严重危机之际 既内卷躺平又出现历史的垃圾时间 这一流行词 引发官媒的恐慌 大家批驳 此举引发网络热议 近期海内外网络热传历史的垃圾时间 被指示美国奥地利裔经济学家 米塞斯提出的概念 认为当某段历史正背离经济规律 个人又无力改变时 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 这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 7月初中金公司一名30岁女 员工非正常死亡 传是因为经济下行大减薪 置业之后楼价大跌 有关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讨论 在墙内网上很热闹 有财经大V呼吁 千万别在垃圾时间里投资 也有人认为 躺平才是出路 有微博网友留言 好多人都说 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阶级固化 情绪低落 人大多数打不起劲 千禧年代那些毕业 就能挑工作和岗位的黄金时期 过去了 现在轮到后背 咬牙切齿的时候了 这些讨论也引发了官方紧张 官媒北京日报 7月11日发文狡辩 经济学家米塞斯 根本没提过这个词 批评某些人借题发挥 长虚短叹 阴阳怪气 无非在影射 无奈无望 否定和看衰中国 文系指出 三中全会召开在即 官方害怕舆论失控 近几年 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新词 从内卷到半躺平 躺平 现在又出现了历史垃圾时间 仔细看其中意味 其实有一个递进的关系 现在历史的垃圾时间流行 反映出民众对中共的彻底绝望 网友也纷纷留言 一旦他们开始反驳 那就说明 垃圾时间真的开始了 那就意味着 体制内外都形成了共识 现在已进入历史垃圾时间 这和我老人家的判断 是高度吻合的 的确已经是历史垃圾时间 其实早在2018年修宪成功时 大局就定了 洗洗睡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